这时候我们媒体们终于发现了 哇有一个空档可以来赌韩国瑜 所以呢我们就一路的来追韩国瑜 但是那一路上面 韩国瑜一直说谢谢 然后呢也被我们大家一直赌着 他也没有不耐烦 但是他最后用了一个招数来解围 你们猜猜看 韩国瑜讲了什么话 让他成功解围 韩国瑜一到了议场外 说实在 议场外直接就是韩国瑜的主场 没有人可以跟韩国瑜抢风采 所以呢包含了有谁台中立委杨琼英的亲友团 跟韩国瑜合照完之后 接下来包含比较有蓝的立委 高精素媒的亲友团 也来抢着跟韩国瑜合照 先来问一下线上的好朋友们 你看到这些亲友团可以跟韩国瑜合照 你们是羡慕还是嫉妒呢 羡慕的话帮我加一加起来 嫉妒的话帮我加二加起来 好我等一下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影片 就是高精素媒跟韩国瑜 他们两个人到了议场前面之后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进到那个现场的画面 这个是我用我的手机第一手帮大家观察到的状况 好我们请导播可以 对好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亲友团全部都挤在一场前面 然后高精素媒 还有韩国瑜 在指挥这些亲友们 赶快站到一场的舞台中央要来拍照 可是 现场太热闹了 明明就是要跟韩国瑜合照 变成大家在拍韩国瑜 你们这些亲友们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给我一个好院长韩国瑜 给我一个好立委高精素媒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段他们大概花了一两分钟 才把人完完全全的集结过来 然后在高精素媒身边的那个 我不知道是幕僚还是也是他们的族人 就高精素媒旁边带来都是那些族人 那那些 那个族人看到韩国瑜 也都直接喊院长好 重点是那时候 都还没有选院长 所以他们已经很兴奋的看到韩国瑜 然后呢也对着韩国瑜直接喊院长好 表示他们对韩国瑜能够当选上立法院长是蛮有信心的 看到那个高精素媒在指挥交通嘛 然后他们就真的来跟这个韩国瑜来拍照 哇更嗨了你知道吗 更嗨了 那个嗨的程度是那些族人们 你知道原住民唱歌都超级无敌好听 那一些族人们呢 手直接牵起来 在现场高唱哪一首歌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来回顾 我跟你讲 那个旁边哦 你不要看我这个镜头 在这边好像拍得很清楚 就是韩国瑜还有高精素媒都在我前面 是不是你们也很羡慕我跟韩国瑜贴这么近 都在这么的前面 然后旁边其实都是被媒体记者给围绕住 所以我必须要找洞钻进去把这个画面给他给拍下来 好所以我可以说是抢到海警第一排 为各位捕捉到接下来他们一起唱歌的画面 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当天的状况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轻轻地唱出我们的歌声 团结起来 相亲相爱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在还是一家人 谢谢 哇他们在现场唱的真的很好听 有没有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今天我也会唱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 团结起来 相亲相爱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在还是一家人 有没有 这个角度说真的就是跪在前面拍 这角度绝对不是架机器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在媒体上面看到这个角度 这是我第一手就是要给大家看 当天场面真的很热闹 真的很热情 然后你看到高金素美跟韩国瑜手牵得非常的紧 然后大家一起唱着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可以知道 哇大家是团结在一块的 好像让国民党在立法院看到了一个团结的希望 然后也确实因为高金素美现在无党籍嘛 但是高金委员最后在院长的部分 因为这手牵得特别的紧 大家也就知道韩国瑜的这一张 泛兰有军的票绝对会到手 所以高金素美在议场内也是四轮的投票 都把票投给了国民党 顺利的让韩国瑜以及江启臣来当上这一次立法院的正副院长 所以呢这个是现场的这个画面 第一手的画面来跟大家分享 我看很多网友都说羡慕死了 人家羡慕死了 欢迎大家加入中天新闻 一起来当记者 我们就可以来跑立院 然后呢第一线的来跟这个韩国瑜来问问题 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拍完照之后 那拍完照之后呢 因为韩国瑜在前面其实一直都没有受访啦 那因为韩国瑜他都没有受访 所以我们媒体呢就一直在找机会 希望能把麦堵上去给韩国瑜 然后韩国瑜在跟高金素美 还有这个族人拍完照之后 然后呢人就转身嘛 然后转身要走回到异常 这时候我们媒体们终于发现了 哇有一个空档可以来赌韩国瑜 所以呢我们就一路的来追韩国瑜 但是那一路上面 韩国瑜一直说谢谢 然后呢也被我们大家一直赌着 他也没有不耐烦 但是他最后用了一个招数来解围 你们猜猜看韩国瑜讲了什么话 让他成功解围 大家我给大家20秒钟的时间 大家猜猜看 他用什么招数来解围呢 因为大家媒体都围着他嘛 他也是不厌其烦嘛 他也不会说把这个媒体支开 一直要大家小心 然后就说谢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谁可以猜到 猜到的话我就给你掌声好不好 好我来看一下 图华勇说高金故意无党籍 毕竟他是原住民 最好不要挂党籍 忍者娃说高金真的很好 浮选的时候也是挺国民党 然后林荣说韩院长真的是太棒了 好有看到这个小佳 小佳的董内说好喜欢马德跟我们聊 没有因为跑立法院嘛 有时候如果第一线的现场的消息的话 我就可以在现场直接整理起来给大家 那我相信大家等一下呢 有一些网友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说我要有人说我要去领院长证书 有人说谢谢大家 然后有人说我要去投票了 有人说猜不到 赖介宇说先报道 到底到底韩国瑜做了哪一件事情 说了哪一句话成功的支开媒体呢 好我们现在再来回顾当天 我用我的手机读访韩国瑜的画面 我们一起来看 市长你对院长有信心吗 小心哦 会不会担心民进党冠票给黄珊珊 会担心国瑜党有人跑票吗 知道我要去哪 这怎么办 何建民说黄珊珊是女版韩国瑜 市长你怎么看 我会借一下洗手间 哎有人猜对了 等一下 没关系我们画面就继续这个 我们画面不用跳回去聊天室 我看到有人猜对 胖蜡说上厕所 然后亨利航说上厕所 他说尿顿 哎真的有人猜对 我可不可以借一下洗手间 好谢谢大爆挂频道 刘忠玉的斗内 他说羡慕嫉妒 还有一个恨哪 别恨哪 欢迎大家加入中天新闻 好所以大家看到答案就是 这30秒钟媒体一再的喊话 韩国瑜一再的说谢谢 最后他用一招解围 就是说呢 他要去上洗手间 那顺利的把这个 把这个媒体的读访的局面 把它结束 如果大家喜欢马德的采访的话 欢迎大家能够到我的脸书粉砖 马德爱破音中天林承佑 帮我追踪追起来 以后呢有任何的 比较低手的立法院的消息 我都可以在这个 我的粉砖上面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不过我刚才看到也有人 也是很不开心 说什么黄珊珊是女版韩国瑜 这个 有没有大家很不满 黄珊珊凭什么可以当这个 女版韩国瑜